在《创业新生代》的听众朋友里面 熟悉数位时代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数位时代其实除了每一天 或者是每一周定时的 透过网站透过影音 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内容之外 其实展会也是数位时代 所推出的这个立体式知识内容里面 很重要的内容形式 那在每一年 其实数位时代有一个率先打头阵 在产业创新跟产业转型 这个议题上面 引领着各式各样的产业题目前进的 打头阵的展会就是未来商务展 未来商务展其实今年已经是来到第十年了 那同时呢 它也是这个 今年刚好也碰上数位时代的25周年 所以今年的未来商务展将在 7月份也就是各位听到节目的 隔天就要正式开展了 所以我们今天创业新生代 特别邀请到 未来商务展的两位策展人 来到节目的现场 利用声音先为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抢先开箱2024年AI台湾未来商务展的一些内容 我们先请两位来宾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Netty Netty 嗨大家好 我是Jerry Jerry跟Netty今天特别来到节目现场 然后其实 我们录音的当下 其实已经进入展会筹备的倒数阶段了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就是 长痘痘的长痘痘啊 声音撒痒啊 声音撒啊 火气大的火气大啊 然后现在的睡眠时间 大概清醒的时间都是睡眠时间的五倍长这样子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是数学时代25周年结合 未来商务展10周年的这个共同联名之作 那首先想要先请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不但是未来商务展第10年 而且同步其实也是连续第二年跟AI台湾合作 所以今年AI台湾未来商务展的主题叫做 AI driving new business 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这几年AI真的是越来越火热 而且热度不坠的情况下 大概跟台积电还有红海股价一样啊 就是持续不坠的情况之下 今天的主题叫AI driving new business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主题的定调 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概念 首先先谢谢凯尔 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展会的开箱 不用客气啊 都自然嘛 同事这么久了 所以基本上刚才凯尔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其实是未来商务跟这个AI台湾 第二次的这个合作的连展 那今年其实以这个作为主题是因为就是 其实大家在年前的时候 就是在近期其实都有感受到这个AI的威力 然后也发现就是说 其实AI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 那接力的在6月的时候 其实Computers的这个黄仁勋的这个旋风 对那接下来7月的话就到这个未来商务展 来做接力这样子 哇塞 你真的很敢讲 很敢讲耶 真的 对对对 那基本上的话其实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台湾 其实在AI这块领域的话 其实硬体是我们的这个优势 跟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后盾 那其实在接下来的阶段的话 其实在软体或者是创新的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都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领域这样子 那AI的话其实因为有这个技术 所以它让大家对于未来的商业模式 有更多的想象的可能 然后也会颠覆原有的传统领域的一些 这个行业的这个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才把今天才把这个主题定为这个 AI driving new business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来做一个开启 然后也带领大家就是可以体验到 就是在新商业领域的这个百花齐放的感受 就到这个展会里面这样 不过其实因为我们在数位时代 这个媒体里面工作 服务已经都非常多年了 那作为一个经常在报导跟预告 下一个趋势 下一个关键 下一个商业模式 下一个科技的明日之星的这个媒体工作者 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包含我们谈未来商务 未来其实很抽象 那那个商务到底长出来是什么样子 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去跟 我们的参加者或我们的读者 或我们的客户来沟通这件事情 那刚刚Jerry已经为我们今年的主题 AI driving new business 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诠释 但是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问 那具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定位 跟关键字来呈现所谓的未来商务 跟what is the new business 然后AI要怎么去驱动它 谢谢凯儿 其实关于刚才就是Jerry说的就是 我必须要 我觉得我在这边想要补充一件事情 今年其实不只是我们跟AI台湾的第二次的连展 其实也是我们正式合并成一个展会的名字 我们其实叫AI台湾未来商务展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 其实也回应到我们的初衷 就像刚才开始说 我们在媒体我们报道很多新的商业趋势 新的科技 新的解方 新的明日之星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企业 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找谁 是 所以我们认为的未来商务 其实也就只是新商业的问题 透过新的科技做解决 那未来商务之于一个社群 然后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子的展会的平台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边找到 可以解决你在新商业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回应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正式证明为 2024 AI台湾未来商务展 其实我们的定调就是 全台最大的AI产业称带器 跟SARS新商业解决方案的大展 对 那回应到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规划了十个关键的技术 这十个关键的技术 可能包含GIN AI的模型部署 然后云端与职安 系统整合 Edge AI智慧设备 新销科技 然后Fintech Web Street区块链 永续 ESG相关的解决方案 其实也是现在企业非常需要的 然后未来管理运用 跟创新与新商业一些相关的solution 那对应到这十个关键字 我们也展开了 非常多的独家的内容 跟主题式的展区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做体验 我觉得未来商务展特别 尤其是以这种商务型 商业型的展会来说 它的独特的迷人之处 就是在策展的设计上面 它不是一个硬邦邦的单向传播 然后它也不是一个抽象的 让你自己听完之后 就去听完或看完 然后就去消化吸收 然后再自己去想办法的展会 所以它特别重视体验 没错 应用 落地 甚至是直接提供解决方案 就是说办法不是你自己想 而是你来现场 找办法 带回去 可能就立即可以应用 所以刚刚那提有说 就是也设计了非常多独家的内容 或独家的体验 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就跟听众朋友预告了 我今天邀请二位来 就是希望来帮我们先 抢先在线上开箱 我们先用声音 用介绍的方式 让大家先了解 我们今年有哪一些独家的内容体验 该抢报名 该去排队的 就是明天一早 就可以马上到现场了 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年有哪一些独家的内容体验 谢谢凯尔 的确凯尔在讲的就是 从我们2015年开始 第一年的策展到2016年 这个开始我们就很诉求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发觉新的solution 大家其实无法想象它 对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我让你看得到 我也体验得到 所以Future Commerce 一直以来都很敢的 让新的技术放进来 就算它有可能会crash掉 对啊 但是难免嘛 对过去其实crash过几次 我们也是很差 但是这一次其实 对因为这样子的本质啊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更能共感 也更能想象 未来的世界 我应该要怎么走 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 用这些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的确策划了 非常多的独家的内容 就是我们在包装上啊 在包装上我们有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有六个独家的内容 对那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 最近刚开始起跑的 全台首创 AI生成专属外来人的 科技观展体验 有我昨天在这个内部的分享 脸书啦 然后未来商务的LINE OA上面 都已经收到很多 很酷耶 我觉得重点是那个AI未来人 如果真的实际去体验 会比本人还好看 没错没错 他每个人可以拍两次 对 这个体验是什么 其实这个体验 从2016年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觉得展会的形态 互动的形态可以更有可能性 我们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更环抱吧 我们可以五指化观展吧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更智慧化 可以更个人化吧 是 我们不用每一次就是 我们也不知道逛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 然后我必须要自己摸索 然后我们也可以 更聪明一点 就是不用我们报名的 好几个QR Code 我不知道从哪里找 我都要在心想在免贩 对 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有一个Solution 是可以 我们可以更精准 可以更个人化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 数位化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 就算是一个有五万人的展会 你都有可能 可以透过数位上面的 这个解决方案进行媒合 对 那再加上今年 其实又因为 黄人勋来台湾 其实有提到一个 数位人类的概念 是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跟 就是也很感谢 这两个合作伙伴 一个是LINE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当落科技艺术 是 就我们三个单位 就是在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 对 然后就开发了一个这个系统 对 那还结合了艺术科技 难怪那个 那个未来人 人相做出来这么的美 没错 我们的诉求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 AI演算 跟数据足迹的全整合 大家可以创造 你的专属的未来人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你想要的 新商业的解决方案 的人格跟特质 我们最后会提供给你 专属的 不管是观展的路线 还有甚至你专属的数位解放包 就是里面会包含 你可能会需要的 那一些solution 跟相关的内容content 那 为什么我说是数据的全整合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 我不是只是报名上面 收集你的数据 或者是你来展会的现场 收集你的数据 因为你的 关于你这一个人 他绝对不会仅止于 这几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的诉求是 从展前到展中 从生活到展区 是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计划的启动 就是 我们是7月17号启动的 我们其实是跟Live Beacon的 捷运站的腿博一起启动 哦 对 所以他们到捷运站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在捷运站也会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那对应这个特殊的任务 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不同的标签 我们会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是看他有没有让座 有没有被打 对 OK 所以他跟Live Beacon结合 然后所以只要你的手机 Beacon有打开 然后你到这个捷运站 有使用Live 大家应该都会吧 到捷运站打开了 应该都是Live吧 然后你就会接收到 这个神秘的任务 这样子 对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对应神秘的问题 让你做很简单的互动跟回答 OK 这是从参加者的角度出发 那他建构好这一件事情之后 其实这其实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OK我们希望他持着这个AI未来人这个数位名片 然后踏进展场 开始展开一系列的资讯的获得或者是体验 我知道你们好像在展会现场还会做一个白皮书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白皮书 哦这个白皮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怎么会很冷口气 因为我们其实观察到市面上面的白皮书啊 很多其实都还是在 比较是在素养的阶段 就是大家怎么想 然后现在到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评估怎么做之类的 小心用词哦 小心我们都想要得最其他的白皮书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是很好的内容 很重要的内容 补这句就对了 那只是对应我们 以刚才凯友说的 就是未来商务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怎么落地啊 那我们有观察到大部分的企业 其实他们遇到AI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落地 所以我们就突发奇想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 百工百业都可以follow的 AI落地的行动指南 哦OKOK 所以这一本的话就是 对这个有需要百工百业 所以其实应该是 可以应用在非常非常多 不同产业的专业人士里面 那你可以在里面找到 你所需要的解答 对 那他怎么取得呢 哦这个就让我为你娓娓道来 就是因为对焦百工百业 所以我们focus在营运面向 那我们针对的面向的话 主要就是有技术 流程 组织跟能力 是 对就是真的就是 因为如果是有生产的话 可能就有一点产业没有办法适用 但是我们因为要让百工百业适用 所以我们focus在营运的面向 那针对这个指南的部分 我们会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其实是调查 我们透过已导入企业的调查 我们知道导入的企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现在的痛苦在哪里 然后他们想要布局的是哪一些解决方案 已经布局跟 接下来12个月要布局的是哪些解决方案 对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有专家的观点 我们希望把对应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我们有邀请了产业专家 然后也有邀请了解方的专家 然后为我们来进行一些相关的经验的分享 第三阶段是我们针对这些对应的解决方案 不同的发展的阶段 然后不同它的产业的需求 然后跟技术的需求 然后包含人才可能的需求 我们要盘点了一个解方的架构 那在这个对应的解方架构 我们会推出一个AI的解方50 让大家可以follow 你就会知道说 当如果你要的 你的产业发展的阶段 在这一个象限上面 然后你需要的是哪样类型的解决方案 我们后面其实就会推给你 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做 对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落地的bible 让大家可以看 每份定价999美金 没有啦 给我个人的话 但我们没有 我们免费提供给大家 因为我们很 因为我们这个报告有跟AI合作 因为我们很希望 这个报告是可以被扩散开来的 是 那又邀请了很多 可能像中国信托 然后像Line 然后像新汉 然后非常多 就是微软 这一些很重要的伙伴 然后大家一起加入这样子 OK 好 那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充实 所以到了讲会现场 领了白皮书就可以走了 那些舞台啊 什么都可以不要停 是这样吗 哦 这你就会错过很多了 对那舞台上面有 有哪一些 我们今天总共有多少个舞台 总共有六个舞台 对那这样子连续几天下来 预计会有多少的节目 30场以上的节目 OK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把30场节目都一一介绍 那是不是可以请Jerry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心目中 你心目中作为策展人 这么多的六大舞台 30场节目里面 你推荐的几个亮点 OK 基本上的话 其实围绕刚才凯尔分享的 其实我们在整个策展的 整个展会当中的话 其实就是趋势 解放跟体验 这三个重要的要素 那在舞台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今年 最大的两个舞台 就是AI舞台 跟未来舞台 那AI舞台上面的话 其实就有各种 不管AI的一些技术 前驱的一些应用 都会在这个舞台发生 那在这个未来舞台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第一天 也是这个AI的重头戏 它从早上的话 是这个AI生态系的趋势论坛 它就是从各个 在生态系的跃脚 来做一些前瞻趋势的一些分享 那下午的部分的话 是这个AI新商业的应用论坛 它就落地到 可能不同行业里面的一些 实际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那第二天的话 其实我们特别有挑选了 两个不同的主题 一个是无界新零售 一个是Matec行销进化 那其实这两个主题 其实都是 现在就是一般的企业 就是在面临这种商业挑战 最前沿 他们第一线就会碰到的 这一些比较前端的这一些 各式各样的消费者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也会听到很多的 一些实际的应用的趋势案例 那最后一天的话 是Web3的产业论坛 对对对 那这个的话 就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 两大舞台的这个论坛的节目 也非常欢迎 现在算是这个前一天了 对但是也 因为它也是可以现场报名的 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 就是报名之后 然后可以到我们现场 来一同参与这样 你刚刚还有提到煤盒 对不对 对对 煤盒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 因为感觉上这个 好像有个煤盒计划 好像跟某一个这个企业 现在很长朗朗上口的企业大厂 讲到AI一定要讲到它 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年的话 我们特别就是有跟那个NVIDIA 这边来做合作 然后来做了一个 未来产业的商机煤盒会 那其实它有分成两个组别 一个其实就是新创团队 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中小企业 那希望就是可以煤盒一些 就是具有AI运算技术的一些 创新的解决方案 然后就有机会可以在这个 煤盒当中 然后跟NVIDIA做进一步的 这个合作这样子 所以除了连商业的煤盒之外 我知道好像有人才的煤盒 对 就是其实 现在就是 其实我们就是要 除了台湾之外 我们当然也还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走出去 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 就要接了就是放眼世界 成为下一个黄仁勋 我们就看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那消费这三个字 消费几次 我中午才去吃黄仁勋的餐厅 黄仁勋美食餐厅 经济式消费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 不管是从国外 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个人才 其实都有很多这种需求 所以其实在这个 我们其实在展会当中 我们有搭建了一个这个 国际人才的职业专管 它其实就提供给 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这些观战者 他可以对于他可能未来工作职场 然后跨国的这个求职 然后他各种未来可能工作的模式 这种其实都有在这里面 可以提供一些咨询的一些服务 然后可以为他们来创造更多的 这个职业的这个机会 其实我知道在这个未来商务展的 每一年的举办里面 其实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拔跟奖项 叫做FCA商务创新奖 我们这个今年还是会持续吗 是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已经 就是连续也是举办了这个第十届 那他其实就是为了要表彰一些 就是他一些企业 然后他有运用一些新的科技 然后跟他们的商业模式来做结合 然后他可能在里面 他有一些特点 他是以这个消费者为核心 然后他可以去掌握这些互动的科技 所以我们其实每年的话 其实这个创新商务奖 都有做这样的表彰 那可以先偷奖谁得奖吗 不行 不行 对对不行 那怎样他会知道 一定要到现场才会知道 其实现场的话 当然也是一个颁奖典礼 但是他其实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他其实就是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就大家来这个展会的现场 他其实是想要找解放嘛 所以他就是到现场的话 其实他可以知道 就这些得奖的企业 他们的一些案例 然后跟他们可能 实际采用的一些解决方案的 一些特点 就你不希望大家只是看名单 对对对 那个谁谁谁 哪一个银行 或怎样怎样有得奖 对对 你希望他 你大家来到现场 知道他得奖之后 还可以实际的在现场 就了解到 哦他为什么而得奖 他的技术是怎么应用的 或是他的创新点在哪里 对对 其实我们在这个奖项的 这个分别上面 我们就分成像技术创新 体验创新 产品创新 所以其实他对于一些 企业来说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 参考的一些价值 这样子 那奖项好像不止这个 因为我们跟AI台湾合作 所以我们好像还做了 AI大赏 对 AI大赏 AI大赏的话 他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选拔 拔尖 拔尖 就是去选拔 就是台湾 就是具有这些 创新能量的一些 AI的技术 而且更走在AI的前面 没错没错 而且他更focus在AI 没错没错 对 然后我们预计 AI大赏都是选 多少个作品出来 AI大赏啊 AI大赏十个 十个 对 也是一样要到现场 才会知道 对 这么神秘 这么情的就对了 没错 其实他就是两个 很重要的类别 一个就是针对产业 对 很偏向innovation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针对innovation 的部分 对 一个是比较针对解方 然后innovation的部分 一个是针对品牌 企业 他们实际 怎么样让自己 可以创新 可以在新的 商务的世界当中 活得很好 可是我们从前面 听到现在 我们从一个 这个很贴近个人的 从AI未来人的 体验为出发 然后慢慢走进来 前面提到的几个东西 其实大部分 都比较跟产业有关系 可是我想产业的应用 最后还是希望 可以落到 在跟每一个人 息息相关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创新 或很多的AI 很多的体验 还是要回到 生活的层面 大家才会 有感 原来这个叫做 深层式AI 原来这个就是 所谓的未来 或是原来 这就是所谓的 商务创新 那在 在生活的层面 有没有什么 就是对于一般的 消费者 假设他今天不是领了 老板的命令 来看这个展 他纯粹作为一个 科技爱好者 或者是一个 这个创新体验的爱好者 他可以来直接感受到的 我们这次在展区 展区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搭建了一个 AI生活馆 他其实就是要落实 把实际上的这些场域 的一些应用 把它搭建起来 所以我们这次 规划了有这个 智慧餐厅 智慧咖啡厅 智慧办公室 智慧交通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生成新未来的 这个专区 那其实像 比举例来说的话 其实像生成新未来的话 其实这次我们就是 跟这个技嘉 GIGABYTE来做合作 他会现场展示 他们最新的 这个AIPC的 这一个的设备 这样子 然后现场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运用 这些AIPC的设备 然后去体验一下 就是生成式的 这些技术这样 那在 比如说像在这个 智慧餐厅的部分的话 其实今年的话 我们就邀请像点通 新一新 然后还有Yokai 就是这个拉面机 拉面机 对拉面机 那它其实就是从 前端的这个行销导客 然后到这个 智慧化的这个点餐 你可以用多国语言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直觉的这个 用口语的方式 甚至韩语 都就是你可以直接 跟这个点餐机来做点餐 然后最后 透过这拉面机 可以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拉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 从行销点餐 到制作的一个过程 好期待看到现场 有人用韩语点餐 有韩语 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但我昨天听说 我们公司 其实有一个同事 好像韩语很厉害 对 然后我们公司 现在还有法国人 然后有日文很好的 英文就不用讲 英文好的人很多个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现场体验 就是就可以来实际测试一下 这样 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展会的现场的话 其实我们这一次 就是也跟这个Volvo这边合作 它就会展示两台 他们最新的这个电动车 然后现场的话 也会有这个试驾的体验 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 一起来体验 试驾是车可以走吗 还是只能坐进去 可以走 可以开 它是在绕场馆 你们有规划 没错 你们有规划可以 让它可以动的路线 是 而且可是两台 两台 三百万一汉车 找多少保费啊 自己说 好可怕 应该压了不少保险吧 OK 所以这个是在生活的部分 那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更cozy啊 更轻松的 完全有 大家来到这边 如果什么都不想逛的话 就来我们这边喝一杯 可以这样吗 喝一杯必须的 我可能会一直泡在那里 这么堕落 那那是哪一局 刚刚刚讲 好 因为刚好也是我们 苏维世代25周年 跟FC10周年 所以我们就盛大的举办了 一个夏日派对的时光 AI夏日派对 那为什么是AI夏日派对呢 因为大家的AI未来人 可不是这样子 自己体验体验就好了 我们希望这边可以整合进来 所以到了这边 你的AI未来人 可以在这边做 各种的互动跟交换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喝一杯 你的限定 AI属性的调酒 就是克制 应该说是 也不能说完全克制 对不能说完全克制 但是它是 适合你 对是适合你的 因为你们在AI未来人里面 不是好像也会帮大家做什么人格 对对 我们那个AI未来人 我觉得大家同事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结合了MBTI 然后再结合了数据 对我刚讲不出来 是因为我永远记得 那四个英文这么的顺序 对他们结合MBTI 结合了我们的技术关键字 然后结合了大家可能会 兴趣的一些标签跟Tag 然后去产生出16种 16型的AI人格 人格 然后最后再符合这个人格 还再给你一个酒 没错 然后还有春英姿的联名宾品 现在大家可以去 可以在我们的未来商务的 官方账号上面购买 LINE上面 LINE 你只要LINE点开我们的 那个图文选单 按下去那个OA购买 那个是我们跟春英姿的 联名宾品 然后一元购买 我们还会返还你一元的LINE POINT 哦所以几乎 其实就是免费的意思啊 对但是展场限定领取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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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完成报名 然后你还可以体验这个 直接在LINE上面 在LINE SHOP上面 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过程 而且还零元 然后你来到现场 反正你本来就要来现场观展嘛 来现场 然后逛累了 就还可以吃冰 然后还可以喝条酒 对啊 然后看看我们的微电影 OK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 大概聊了蛮多 你可以去听论坛 你可以领白皮书 你可以试成颁奖 就是看这个商务创新奖的 这个名单的揭晓 那可以去媒合 甚至去做人才指摇的咨询 然后也有很轻松的桥段 那其实这个大概都是围绕在 个人的体验的部分 但是回到AI台湾未来商务展 它的本身的架构跟定位 它还是一个很扎实的展会 所以有没有哪一些主题专管 是我们想要提醒听众朋友 如果今天听到节目 明天就要采取行动 走到花博甄宴馆的话 那它一定要避逛的几个专管 我觉得要避逛真的很多 因为我们今年现在整个现场 其实有250个以上的摊位 对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一摊 就是每一摊都值得逛 但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 就是一个特别的这个 特别的incentive 希望邀请大家来看 没错没错 那在我这个介绍 这个特别的主题馆之前 我还是要小小的讲一下 我们其实今年啊 台哥大中华电信 LINE 然后IBM 其实他们对应的 都有专管在现场 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善用 然后来了解他们的收入选 那我们有几个 比较特别的主题专管 其实加一家应该有六七个啊 但是我们这边就不介绍这么多 我们就主要针对几个来做介绍 其中有一个就是未来AI馆 那未来AI馆其实 它的包装非常的有趣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面 有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的话 它是一个AI心机冒险 那是由书发部这边 然后主要策划的专管 分好几颗星球 对它分了非常多颗星球 可是我觉得它最核心的理念 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的重点 其实就是要协助 百公百业AI落地 所以它在里面就是 结合了30家的AI的应用厂商 那我们来看看说 不管你今天是机械业 或者是你今天是零售业 你今天是医院体系的 教育体系的 用什么样的solution可以解决 那我们来这边 可以看到这些solution的厂商 也可以看到based practice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对于产业的发展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观 那再来一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有一个AI影音实验室 这个就我觉得很酷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 现场录制你的podcast 而且这个 可以帮我多录几集成档吗 没问题 但我们自己也需要 AI18Line也缺节目 对那 但是它最有趣的地方 除了这个podcast 现场录制 然后我们隔天上架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 隔天就上架 你们这么狠 我们真的很拼 同事真的很拼 他讲出来我都不敢信 你们是人简 还是AI简 哦 podcast是人简 天哪 好拼哦你们 但是 我们有AI影音 现场直接生成 这个真的就是靠AI技术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 就是录podcast 同时还可以录一个 你专属的AI影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 请大家务必要来 另外的话 其实还有两个 我觉得特别 也想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web3的 这个调剂式 它其实就是 透过web3的 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来解决 就是web2 就是现在大家 企业的一些痛点 对痛点 然后现场的话 还有运用这个 区块链技术 然后可以让大家 可以体验这个 高尔夫球 磨球的体验 你们真的很狠 可以开车 然后高尔夫球 也是现场直接打 不是只是看概念而已 对 感觉好像是 成功人士的一天 对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 体验vovo的车 对 然后还可以 享受体验 打小白车 我觉得不是体验 成功人士的 不是买几张红海才有 不是体验 成功人士的一天 是我们 来我们 我们展会观展的人 都是成功人士 都是成功人士 是 很会讲 那另外的话 就是其实 今年除了AI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永续 静零减碳 那今年的话 就是我们跟这个 贝克放大 还有小智研发 来做合作 然后共同策展 这个永续制造所 那这个小智研发的话 然后会去展出 它的一些 循环的建材 那其实就是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其实展会是一个 非常 不环保的 比较耗能的一个产业 但是其实现在 像小智研发 它就提供一些 循环建材的一些方式 它可以帮助大家 可以在自己 行有余力的这个阶段 它其实还是可以 做一些 简碳的一些行动的 所以在这边谈的永续 不单单只是这个 可能比较个人 或消费层面的 而是我们希望在这个 通常是耗能 或者是产费 最大宗的 B2B的产业里面 包含展会产业 也是一种 就如何在这个 B2B产业里面 做到永续 没错 那另外的话 在贝壳放大 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是会展示出 很多他们在 公益平台上面的 一些永续 或者是公益的 一些行动的计划 那所以就是呼应 刚才凯尔讲的 其实不只是 大型的企业 然后耗能的产业 到个人 其实你都有 各种的方式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实践 那这个 这个永续制造所的话 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一起来 来参与 一起来实践 这个永续的 这些行动 好 很快的 我们用了差不多 30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听众朋友 透过我们三个人 这个70%正经 30% 有一点点 垃圾化的成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快速的 希望用很短的时间 带给大家 对于今年 AI台湾未来商务展 尤其是第10周年的 未来商务展 有一个 这个深刻的 重点式的印象 那也希望大家 可以带着这个印象 明天 听完节目的 这个隔天 一大早 就到 原山化博镜馆的门口 排队 准备要进场体验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一切的亮点 那 节目的最后 我觉得还是 我们稍微收回来 正经一点点 就是 还是邀请 那个Netty跟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 终结一下 就是 未来商务展 也做了10年了 那 我们希望带给 这个 前来观展的 这个听众朋友 或者是 百工百业 什么样的价值 谢谢开尔邀约 我来这边 做情绪抒发 展前一周 真的是很需要 压力很大 尤其今年10周年 真的是 背负着很大的重量 这样 没错 因为AI台湾未来商务展 一直以来 其实就笔持着 未来商务的理念 我们就是希望 可以协助 企业去对接新的 解决方案 让它去解决 它现在遇到的问题 然后可以找到 更多的机会 那我们从 未来商务展 变成AI台湾未来商务展 我觉得更好的 一件事情是 之前我们聚焦 非常非常软体 应用的层面 可是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 其实解决方案 有的时候是 软硬整合的 是 对 所以当我们跟 苏发部这边 共同合作之后 我们的展会 可以变成是一个 生态系的展会 是 那我们可以从 软体到硬体 我们可以从 应用到服务 让大家可以 更落地 然后可以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 解决方案 好 那所以 来到这边 更落地的应用 然后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 解决方案 那应该 谁要来 然后 一定要在 什么时候 报名吗 你们 比如说展会 来说是 你们有特别 限定什么样的 行业吗 或者是 什么样在 这个 在公司里面 什么样的 level的人 才适合来看展吗 还是你们 这是一个 CXO才限定的活动呢 我自己这边 可以 可以先分享一下 然后看 Jerry这边 要不要补充 就是 其实 因为我们的重点 就是要协助 百工百业 也可以去产业创新 跟落地 所以 只要你是企业主 你是企业的经营者 或者是 你在企业里面 会负责 这样子的 创新转型 你的推手 其实都非常 非常的适合 来这边找 你对应要的 partner 或者是idea 是 然后如果 只是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 谈到的 其实比较是 这种 decision maker 对 或者是 百工百业里面 负责 创新的人 但是假设你都不是 这两类人 但是你还蛮 还是蛮关注 所谓的 未来商务 或者是 创新生活 将来它会长什么样子 纯粹就一个 体验跟 尝心 跟求新求变 或学习的角度 其实也还是 适合大家 踊跃来看战 对 还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 我觉得如果我们 要让世界改变的话 就是 B to B to C 今天每一个个人 都蛮重要的 大家都对未来 世界有想象 那我们就会 真的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还是要抽考一下Jerry 就是为了要加速到时候 这个有报名的朋友 来到现场 可以加速进场 我们当然还是鼓励 他们踊跃报名嘛 对不对 事前可以踊跃报名 那 第一个 就是用什么样的管道 来报名 是最快的 最快的 就是搜寻 AI台湾 未来商务展 然后我们官网 其实可以直接报名 而且它是免费的 免费 那你报完名之后 你就会收到QR Code嘛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在展会现场 也可以直接 现场报名 所以也还是有开放现场 也可以现场报名 那可不可以 就是透过这个 未来商务的LINE OA 来报名呢 绝对可以 而且我非常推荐 请大家 可以上我们的LINE 搜寻 未来商务四个字 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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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只是报名 还可以立即生成你的未来了 AI未来人 你的AI未来了 对 然后还可以买并棒 对 开尔比我们还瘦 一元买 就可以回馈你一元的 还可以生成人格 然后就可以换条件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所以 再一次跟听众朋友提醒 就是7月25号 星期四到7月27号的 星期六 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在台北原山花博正宴馆 我们要来进行 2024年AI台湾未来商务展 所以你刚刚在节目里面 听到的这些亮点 体验 内容 知识跟应用 都可以在这三天的展会期间 透过你各式各样的感受 亲临现场 然后就可以把它直接带回家 或带回公司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邀请大家按赞 分享给五星 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 和我们一起 每周听一集 关注一个 创业新生代 我们AI台湾 未来商务展见啰 拜拜